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 7.5亿人成功脱贫 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70% 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 扶贫从书写转向造写产业发展是关键 如何在自然环境 人文风貌不同的地区 发展出最适合本土的产业 是对扶贫工作者智慧的考验 也是精准扶贫提出的要求之一 中国的精准扶贫 为破解现代国家治理 提供了中国经验 广西百色纳坡县 曾经是中国内地深度贫困地区之一 人畜共居曾是这里 壮族百姓传统的生活方式 石墨化地质极度贫瘠 最厚的土壤只有30公分 村民只能以种植水稻玉米 或者散养猪牛为主要的收入来源 但土地贫瘠真的就意味着没有出路吗 村民何玉飞不甘心永远做贫困户 要想实现脱贫 就不能再沿着老一辈的思路发展 是何玉飞最深刻的体会 2009年起 不少村屯开始尝试种丧养残 何玉飞自掏腰包 带了三户群众尝试种植桑树 起初实验阶段非常顺利 但之后遇到的恶劣天气和病虫害 这次尝试以失败告终 就没有人来指导 又没有技术来教我们 然后我们又没有办法 养了 我又挖掉 挖掉了 何玉飞家曾是全屯最穷苦的家庭 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现状 一直是他坚定的信念 而他的人生出现逆转 是在2016年 村里新来了一位 当过大学教师的第一书记 他认为缺乏专业技术 是本地百姓种丧失败的根源 于是他带着何玉飞等人 到外地专程去学习 种丧养残的技术 颠覆了过去落后的种养理念 之后养残产业在全村普及 村民每月比过去一年 整的还要多 从养残到以后不养为止 反正有叶子你都要养 因为你看见叶子 你舍不得丢了 嫌越多是越好 有多少就养多少 叶子有多你就养多 叶子有少你就养少了 在对口包袱单位支持下 腿里还修通了水泥路 改善了生产设施 家家户户也都盖起了楼房 只要想脱贫就能有办法 地理环境比纳布屯更为恶劣的 弄河屯常年缺水 导致产业发展严重之后 壮族传统的木制吊脚楼 人居其上处养其下 老房子年久失修没有窗户 住在里面白天黑夜分不清 保守的村民思想也制约了这里的发展 对口扶贫工作组进驻后 经过多方调研 决定要发展石墨化土地 也适宜重养的中草药产业 虽然种草药好重养 但本地石墨化过于严重 仍需进行改良 弄河屯于是进行了七强薄土工程 从八公里外的村屯运土进来 将砂石填埋改善土壤 达到可以种植板蓝根的标准 以前种一米 可能每某有五六百块钱左右 一年 现在种的只被板蓝根这个 这个看现在的涨势 可能每某达到了五吨到六吨左右 按照市场价700到800 每某就有三千五到四千五的收入 截至2021年 那坡县中草药累计种植面积 达到15.3万亩 集中紫背板蓝根 种植达2.9万亩 产业带动种植边民1.5万多人 板蓝根在石头窝里扎下了根 产业扶贫带来了生活的改善 天还没亮 安宁村村民伟贵群就来到牛棚里粉碎草料喂牛 他说牛起得早 它要比牛起得更早 不能把牛饿着 伟贵群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 照顾着这里八头摇山牛 别人是贷款投资 他则是带牛养家 2017年都安推出带牛还牛 政府买牛犊给农户 提供全程的技术服务 养成后由企业统一收购 疫病保险 保底差价 都由政府补贴 而今他养的牛达到了500多公斤 当地企业高价收购之后 他又从企业借回一头牛犊 开始了新一年的养殖 我们以前都是种粮食 我们种的那粮食一亩的产值 大概就是300到500块钱 现在我们种植牧草 大概一亩牧草的产值 是2000块钱左右 但是如果我们种植牧草 来养牛的话 我们一亩草可以养两头牛 那么我们的产值 就可以升到2万块钱这样 所以对我们当地的老百姓来说 是一个产业的升级 也是颠覆当地老百姓 种养观念的一个产业革命 2020年底 都安县已成立三个互助供养合作社 全村养牛规模达到500以上 都安县也引进了冷链仓储和牛羊屠宰加工企业 在本地建立起完整的牛羊肉食品产业化链条 带动当地走向致富之路 这20亩的百姓果园 是邓金堂从16年开始一手栽种家的 父亲离世 母亲供养三个孩子和两个老人 前几年母亲生病 家里成了贫困户 90后的邓金堂一人挑起重担到深圳打工赚钱 但是放不下对家里的牵挂 他决定辞职回乡 做起百姓果生意 自己赚到钱 你过去那家回来 发现自己房子都塌掉 自己童年回忆都被埋葬掉了 回来种百姓果 就把种植搞好 给外面的小伙子看看 再加上发展挺好的 中国内地大规模精准扶贫 和乡村振兴计划的实施 令农村迎来更多的发展机遇 原先不得不背井离乡谋生的年轻人 在家乡看到了新的出路 对我们的就是针对性的帮助 就像我想种百姓果 他们就给我申请百姓果的产业基金 他们想养牛 就给他们买牛 可能你自己做事情 肯定是有积极性的 如果你说工作都硬塞给你的东西 你自己不想去的话 自己也没心情去找 是吧 年轻人的回归也为家乡带来先进的发展理念 改变着贫困地区落后的生产观念和方式 杜盈是福建宁德赤西村第一个回乡创业的大学生 茶叶种植是村里的主打产业 在她回乡之前茶农都是散种散卖 没有大型加工厂 只有几个小作坊 利润微薄 杜盈认为成立合作社推广有机种植是最好的产业方案 但农部呢就不会加入 他觉得没必要 他说你干嘛要做这么麻烦的东西 所以那时候他们也是都是不理解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陆续就是说自己尝试 他已经上了年纪七八十岁 他已经踩不动了 把他这种给他流转过来 然后进行有机管理 因为有机茶 我们那个从茶青收购的话 它的价格就是比别人高至少一倍以上 看到实实在在的利润差异 茶农们纷纷加入杜盈的茶厂 跟他学习有机种植 杜盈在2013年从学校毕业回到村子里的时候 当时村民采摘的茶叶 是按照美金五毛钱到一块钱的价格出售 而实际上市面的价格早已超过两块钱 于是杜盈决定以市场价来收购茶叶 如今村子里80%的茶叶 现在都会集中到杜盈的茶厂 创业的启动资金已经用完了 家里积攒多年给他留着娶媳妇的本 而随着茶厂越做越大 资金和厂房都成了问题 当地政府决定为杜盈提供贴息贷款和项目补助 帮助他筹集资金 在项目审批上也为他开启绿色通道 今年年底的话厂房会进行再进行改造 再扩大个300多平方出来 然后包括一些设备 一些最新的设备等等 我可能会再添购一些 但是对于他们一个是思想比较超前 然后一个比大学生广乡创业为榜样 能吸引我们更多的年轻人 我2009年到冲委卫统计的是800多人外出 现在差不多是400人外出 据官方数据显示 截至到2022年3月 内地返乡下乡的创业人员累计达到1120多万 为了鼓励农民工大学生和退役人员返向创业 中国官方针对创业人员面临的融资 用地 服务 人才 风险应对等难题 也不断出台更具有针对性的政治措施 为创业者提供更加多样和便捷的服务 全球各国对于帮扶贫困都有着强烈的意愿 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但减少贫困依然是世界难题 这是因为很多人都没有认识到 贫困不仅仅是物质匮乏的问题 更是生存能力的欠缺和精神层面的无望所造成 现在的扶贫理念更注重激方贫困人群的内生动力 希望鼓励和帮助他们学会靠自己的双手勤劳致富 从而燃起对生活的理想和希望 因为脱贫不应该是终点 而是走向更幸福生活的一个开始 下期回来我们再来关注 如何通过产业共建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报告显示 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持续快于全国农村 2020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588元 2013至2020年年均增长11.6% 比全国农村年均增长快2.3个百分点 特别是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 各地迅速采取有效措施 全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实现平稳增长 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全国农村平均水平的 73.5% 比2012年提高11.4个百分点 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的差距进一步缩小 广东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排头兵 在这里经济总量和经济增速长期稳居前列 但是除去珠三角地区 占据广东七成土地的越东西北地区的GDP占比只有约两成 广东在2016年提出了产业供建 推动同一产业企业在珠三角和越东西北地区的整体布局和一体发展 这一节我们聚焦改革开放前沿地广东 来看看广东是如何推动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河源位于东江水源自然保护区 常年为香港和珠三角供应优质饮用水 但经济发展一直较为落后 有225个省定贫困村 为了带动地区整体经济发展 河源建立了越东西北地区的第一个高新区 沿海发达城市深圳全面对口帮扶河源 对接了30多家军民融合企业 已经有意向入驻的有两家 真正长远来看它确实是有一部分产能要转移 要外溢 所以一定要有一个下边的城市 要承载这部分外溢的企业 城市群里边是形成了双赢 这家军民融合企业从事消费电子产品生产 2018年6月正式从深圳搬迁到了河源的产业园 河源的招聘人员比较容易 相对来说招工的群体就是说选择性更强 然后在用工成本支出来说 是相对比深圳要低上800元一个人左右 企业迁入河源需要重新调整产业链各环节配套 因此也带动了河源当地的产业链全链条发展 深圳也着力扶持河源进入延伸越港澳大湾区 创新科技走廊的角色 利用本地生态环境的优势引入高端人才和科研机构 希望带动河源从农业城市走向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 通过我们这个是物理空间的平台 跟其他越港澳大湾区的一些科研营销 进行一个动态的一些产业 就是一个是科研的一些联盟跟结合 鼓励他们是在越港澳大湾区那里的科研营销 就是进行一个研发 但是能享受到我们河源地区的一些就是产业政策 他希望他们将那些研发成果 在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项目进行一个转化 我们希望能够把河源的高新技术做大做强 研发产业和这个服务产业都可以到河源去 那作为河源来说生态是它最大的一个优势 美国波兹兰就是这么发展的 把这个新极高速公路开通之后 机构的这个研究人员 他愿意到一个生态非常好的地方去研究 而在广东上尉 距离深圳不足150公里 但GDP只有深圳的二十五分之一 长期以来经济发展缓慢 第三轮对口帮扶以来 截至2021年底 深圳共建产业园区累计引进287个项目 计划总投资1329亿元 2022年新开工项目27个 其中超一元以上项目24个 官方在引进项目时 也着重考虑项目对于当地民生发展的带动作用 这家生产生物健康产品的企业 与当地3000多户贫困农户签订协议 收购田野局带动贫困户增收 当地政府和深圳福贫办提供了资金 我们就提供了技术指导 原本工业基础薄弱的上尾 在产业共建之下形成了产业集群 加速工业化进程 通过产业园的共建 形成当地的有特色的产业集群 加快上尾工业化的进程 可以增加当地的财政收入和集体收入 帮助上尾吸纳 聚集更多的产业工人 和我们高中级人才 我们通过珠山脚这种先进的 相对先进的管理经验 可以提升我们当地管理服务水平 除了产业引领和经济上的带动 深圳在合园和上尾 也帮助新建民生工程 一个投资16亿元的高标准医院 已在2021年投入意义 中心医院项目采用的是 深圳建设整体移交 确保全过程实现深圳质量 我们的生产医院项目 距上尾是高铁站200米 建设规模是800个床位 形成这么一个现代化的 三甲综合医院 位于合园东江河畔的深河中学 是深圳市援助合园市建立的 直属公办学校 总投资1.35亿元 其中深圳市援助1亿元 不仅如此 深圳还派出优秀的管理团队 输出学校品牌 理念 教育思想等 全方位推动当地学校 打造成人才培养的基地 从而推动合园市可持续发展 民生工程的建设 不仅提升欠发达地区的 医疗和教育水平 日渐完善的配套设施 也将吸引更多的产业项目 到本地落户 除了对于欠发达地区的带动 产业共建也可以解决 发达地区产业发展面临的 成本高且用地紧张等拼紧 让发达地区腾出空间 发展新兴产业 实现共赢 成立于2011年的 深山特别合作区 在2018年12月16号 正式挂牌成为 深圳第十加一个区 这是一种全新的 共建发展模式 不仅仅局限于产业共建 更是对产成融合 产成并进模式的探索 深山特别合作区 规划总面积468.3平方公里 其中可建设用地 145平方公里 全面纳入到深圳管理后 相当于深圳的 辖区面积扩大了近四分之一 地价等成本的优势 吸引到大量企业进驻 不少总部在深圳的 大型国企和科技企业 就将数据中心建在这里 当时的购地成本是比较优惠的 相当于我们在深圳的 我觉得有三四十分之一的 这个价格 基本上用电成本能比在深圳 便宜将近一半 税收 它在贷款 这些一系列的政策优势 也是吸引我们来这个地方 进行开展市场面业务的 一个原因之一 作为创新之都 深圳的智能网联汽车产业 一直走在全国前列 不少知名企业也从这里诞生壮大 今年6月 深圳出台20加8产业政策 明确深圳将重点打造 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集群 在当前的背景下 深圳特别合作区提出 奋力打造世界一流汽车城的 战略目标 积极发展智能网联汽车产业 是深圳20加8产业政策的深圳实践 新能源汽车在深圳 也是作为龙头项目在快速推进 而深圳的战略意图也很明确 就是以龙头项目示范 带动汽车全产业链 在深圳急剧发展 而深圳完备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也将成为深圳奋力打造 世界一流汽车城有力之称 广东交通脉络的升级 也加速了珠三角发达地区产业 向越东西北延伸的趋势 深圳特别合作区距离 深圳福田中心区约120公里 一条城街深圳的超级地铁 初步设计火匹复 届时从深圳合作区到深圳中心区 仅需30分钟 客流高峰期可高达3分钟一班次 这将吸引到越来越多的人才 到合作区就业 生产基地的规模扩大了 那么我们过来我们工作的内容 还有遇到的挑战会更多 对个人成长来讲是有好处的 那么有得必有失 那你过来了以后 可能家庭上就没有这么 像在深圳照顾得这么好 那我觉得也是暂时的 配套设施比如说医院教育 这个养老都能跟得上 其实有可以考虑在合作区安家的 深圳特别合作区实行 深圳总部加深圳基地的 产业发展模式 建立深圳科技产业创新优势 重点引进战略型新兴产业 未来产业以及科技创新等产业项目 重点布局人工智能 机器人等前沿领域 与深圳之间形成了分工明确 产业链互补的经济发展模式 对于先发展起来的城市来说 通过这样的非地模式 进行区域合作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是深圳特别合作区发展的 重要意义 曾经珠三角和越东西北地区 发展不平衡的情况 实际也是中国经济发展 不平衡的一个缩影 改革开放以来 沿海地区的经济飞速发展 在产业共建和一体化发展模式之下 欠发达地区不再是单打独动 而是可以获得来自发达地区 先进的产业技术以及理念 通过先富带动后富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 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截至2021年中国已建成各类特色产业基地 超过30万个 每个脱贫线都形成了两到三个特色鲜明 带平面广的主导产业 通过订单生产 股份合作等方式 72%的原建党利卡贫困户 与新型经营主体建立了紧密的利益连接关系 4400多个农业科技单位 1.5万名专家投身产业扶贫 形成了现有专家指导 村有能人带动的产业帮扶格局 脱贫攻坚期间 中国产业扶贫取得显著成效 成为覆盖面最广 带动人口最多 可持续性最强的扶贫举措 中文字幕提供 接着为您播出 格力一虎一席谈